李慧 你回去吧 不要这个样子 这不好啊 这是广志美牙结婚以来的首次婚姻危机 误会性的画面让美牙以为广志有了外语 而这一切全是坑爹的马铃薯造成的 这天晚上 广志像往常一样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家 由于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的夜午 一到家广志就脱掉衣服直奔浴室 另一边马铃薯又在偷完美牙口红了 他将自己幻想成女人 并在广志的白衬衫上留下了口红印 当发现广志衬衫上的口红印后 美牙当即来到浴室跟他对质 美牙这顿抓壮丁直接给广志抓几眼了 自己为家里拼死拼活的操劳一天 回到家还要遭受老婆的怀疑 眼见夫妻俩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广志一气之下表示要离家出走 戴到广志真的离家出走后 美牙还在研究衣服上的口红印 万万没想到回旋标会打到自己身上 对比墙上的口红印跟衣服的一目了然 顿时也原家响起美牙的崩溃声 与此同时离家出走的广志独自买醉 莫名其妙被怀疑他自然不爽 甚至有种争取搞个外遇的冲动 然而还没等广志复出行动呢 外遇就主动找上门来了 另一边美牙也在各个酒馆找寻广志 待到广志从酒馆出来时 身旁的丽慧已经喝得鸣饼大醉 我没有想到我老公有严重的恋母情节 你喝的太多了 我帮你叫辆计程车吧 你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 醉酒后的丽慧已经听不懂人话 甚至还上手跟广志抱伯搂腰的 好巧不巧母子俩刚好在这时赶来 虽然眼前的画面是广志不停拒绝丽慧 但因为冲击力太大美牙已经停止思考 见状的广志刚想解释清楚 你这个大混蛋 我们这里先粉丝带文 拜拜